我们选择让机械手臂敲打铁琴 来作为本次研究的主题 借由机械手臂的帮忙 想要听见现场演出的音乐 不再需要真人在现场 单凭机器也能进行演奏 而我们希望能做到让机器演奏的音乐跟真人一样具有音乐性 如音色变化 情绪的高低起伏 声音的渐强渐弱等 是具有温度感情的表现 并能使现场听众也能感受到音乐的渲染力 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单调呆板死硬的声音 硬体介绍 图中的是工业六轴机械手臂 而我们将使用它 并挂在3D列印组件 使图中的工业型机器人摇身一变 变成音乐型机器人 我们采用光电偶合器来组成逻辑准位转换的电路 使机械手臂与ESP32s 等两个不同逻辑的系统可以进行沟通 接着 左图的是四伏马达 它可以精准控制转动的角度 主要功能是使单支勤棒旋转 右图的是ESP32s 是一个整合了WiFi及蓝牙的单晶片为控制器 它可以用来控制四伏马达的动作 图中的连接基座是我们根据机械手臂的法栏面来进行设计 它可以挂在四伏马达与琴棒 这是我们设计的琴棒连接管 它可以连接四伏马达与琴棒 并挂在于连接基座上 图中的琴棒与琴键 是模拟真人在敲击琴键时的西部动作 琴棒完成一次敲击 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1.琴棒一开始的状态 2.向下敲击时的动作 3.琴棒向上抬升时 4.琴棒回到原点 编号2的角度大小变化 编号3的琴棒向上的幅度 以及过程中的力量 速度 琴棒落在铁琴上的位置 皆是影响音色的重要因素 我们机械热手的敲击程式主要分为四个区块 由主程式 Hit Race Rotate 我们将琴棒在敲打铁琴时的动作拆解成两部分 琴棒往下敲的动作为Hit副程式 琴棒往上抬的动作为Race副程式 Hit 副程式执行时 判断完要敲击的棒子后 机器手臂会进行姿态的调整 调整完毕后 根据所设定的音色 声音大小等数值进行二次调整 并执行circle化圆弧的动作 Hit 副程式执行后 会先设定下一个目标点 此刻Race副程式会开始比对 比对现在所在点击下个目标点的相对位置 关系 如果下个音是在左边 则琴棒在上台时会往左边方向移动0或0.5或一个琴键宽度移动距离根据不同音高决定 如果下个位置在右边 一会往右边方向移动 移动的动作方式为来直线移动 机械手臂演奏曲子时 如果遇到琴棒需要单独进行转动大角度时 RotateFool程式就会执行 机械手臂会发送讯号给ESP32S 由于两个系统所使用的逻辑准位不同 因此会借由光电偶合器所组成的逻辑为准转换电路来进行信号的传递 当ESP32S接收到讯号时就会控制四伏马达转动指定的角度 转动完成后便会传送讯号给机械手臂 当机械手臂接收到ESP32S发送的讯号时 方会继续进行演奏 否则手臂会等候直至四伏马达转动完成 接下来是我们所演奏的新年快乐歌片段 应该看 ÈNORE的新年快乐 韩国晶州,际艺坏 大家一起看 好